Hello大家好,我是小尹,欢迎收看本期超级电影控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男子搭乘深夜末班车 所遭遇的恐怖故事,深夜末班车 小胖是第一次出差来到这个城市 对本地的公交车出行时间比较陌生 这天,他加班到很晚,慌慌张张的赶到地铁站 一看时间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最后一班地铁早就没有了 正准备走出去时,不料地铁站的广播响了 最后一班车竟然晚点,刚到车站 小胖甭提有多高兴了,赶紧刷卡冲了进去 跑上地铁的那一刻才放松了下来 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他坐下来后才发现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 瞬间不淡定了,心想还是下去吧 可是为时已晚,车门已经关上 地铁缓缓离开了站台 不过再一想觉得可能是地铁晚点了 所以车上没有人 这个理由实在有点牵强,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没一会儿小胖看到窗户上有个白影 吓得他赶紧换了位置 但是依旧能看到那个白影 他只好站到了车门边上 哆哆嗦嗦地他憋了一眼座位 发现白影不见了 还没缓过神,白影又出现了 小胖吓得赶紧跑到了另一节车厢 以为这下可以甩掉白衣影子 白影忽影忽现 小胖有点摸不着头脑 唯一的办法只有跑向下一节车厢 可是车厢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任凭他怎么使劲都没用 就在小胖吓得瘫坐在地上时 车门开了 小胖一回头直接吓傻了 白影女子就在他眼前站着 此时地铁到站了 小胖吓得连滚带爬地冲了下去 躲在垃圾桶后面 眼睛一直盯着车门 看看白影女子会不会下来 直到列车启动后 小胖才放下心来 此时车厢里的白影女子 随着地铁慢慢远去了 故事结束小胖也算命大 虽然被吓得不轻 但是总算捡回一条命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爱你哦 么么哒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